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召开紧急会议 专门研究打击境外电诈犯罪 《法治日报》7月30号的消息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提到依法从众打击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这篇报道的开宗名义就是要打击电信诈骗 而且一直不出席中央政法委会议的王小宏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源头治理 依法从众打击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依法从众打击境内协同犯罪人员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还要加强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 中共开始重视境外电诈犯罪 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积极迹象 看来我们海外舆论还是起到作用 因为中共的极权统治 国内现在没有舆论监督 没有批评政府斟贬时政的声音 海外的批评舆论就显得弥足珍贵 多少能起到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 对中共的施政产生些许影响 这也是我们不断发声的另一个意义 然而中共的承诺 包括这次严打电诈 解救海外电诈园区的中国青年 我们仍然不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我们不相信中共会真抓实干 凡是对老百姓有利的 他们都不会真去做 对维护中共统治有利的 他们才会去做 何况中共以缅北的民地武盘根错节 中共内部的高官官二代参与境外的线上赌博和电诈生意 所以中共的这次打击行动一定会流于形势 最终是不了了之 大家放心 境外电诈园区还会继续存在 这一现象还会继续泛滥 如果说电诈现象是一块肿瘤 这一癌种不会被治愈 有中共在 任何不利于中国老百姓的事情都无法彻底解决 国内也有暴露消息给我说 就专门说电诈园这种现象 说不要相信什么中共开政法会议会解决境外电诈犯罪 因为什么呢 说第一 现在经济不好 很多青年是因为经济不好 自愿越境 参与这些电诈活动 他们也不一定是被骗去的 很多青年是自愿去的 是因为经济不好 没出路嘛 电诈集团也宣传有高薪什么诱骗他们 他们是自愿过去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中共支持缅北的民地舞 支持缅北的这些少数民族分裂武装 企图在缅甸和中国之间建立一块武装缓冲区 由中国支持的这些少数民族武装 这也是中共的安全需要 原来中共是直接由政府抽钱 养着这些缅北的民地舞 也是因为经济困难 中共现在政府抽不了钱 养着这些民地舞了 怎么办 就允许或者默许缅北这些民地舞 搞电诈 搞先生赌博 从中国老百姓那里搜刮钱 搜刮钱财 来延续这些民地舞的存在 也就是中共原来由官方出钱支持缅北的民地舞 变成了这些民地舞用电诈的方式从老百姓那里拿钱 中共跟缅北的民地舞沆瀉一气 默许这些民地舞搜刮中国老百姓 所以说电诈现象不会被根本取缔 这种现象还会蔓延下去 习近平到成都出席大运会的开幕式 他顺便视察西部战区 西部战区的司令部在成都 昨天官媒报道 习近平视察了西部战区的空军 尽管是一次例行视察 习近平也是讲了一些官话 但是还有一个迹象值得我们关注 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霞没有出场 又没有露面 是军委另一位副主席何卫东陪同习近平视察 张又霞缺席这次视察西部战区的公开活动极不寻常 结合习近平在视察西部战区时大声计呼 强调党要牢牢掌握部队 看来最近军队是非常不稳定 除了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端 中央军委高层也鬼影重重 张又霞多次缺席重要会议 不再陪同习近平视察部队 都是显著的军内内斗迹象 一直有消息说 二十大拥立习近平的两个功臣 军队的张又霞和公安的王小洪 习近平在二十大后都要泄沫杀驴 张又霞目前已养病未有 软磨硬炮 消极反抗 也不排除张又霞及其军内支持者 大动干戈 所以好戏还在后头 我们的中共官员投诚服务中心 最近接到大量来信 军队的来信占绝大多数 当然了这些军官也不一定都是要叛逃 投诚 有的只是诉苦发泄不满 都对习近平的制军方式严重不满 三年疫情防控 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也通通都是受害者 这场疫情唤醒了百姓 也唤醒了军人 社会青年公开搞白纸革命 有知识的军人在心里头搞白纸运动 他们都非常反感习近平 我发现跟我们联系的这些军人 这些军官都不反共 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他们反对共产党 这个也可以理解 但是通通都反感习近平 说习近平根本就不懂军事 不懂军队 他就是一个顽固子弟 红二代而已 习近平的水平比刘亚洲刘元差十万八千里 对习近平不断折腾军队 不断整肃军队 不断抓人整人 就是非常反感 现在军内也一样 都是人人自危 人心惶惶 这些军人都说 别提什么现在打台湾 打美国 能压住阵脚 不发生军事政变 现在就不错了 这些军人还说 将来的中国民主革命 一定要靠市民运动 要靠市民去发动 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是这些青年军人 有民主思想 有知识的 新一代的青年军人 有一位跟我们联系的军人就说 他说你放心 也许不久就有人会打抢起义的第一项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未来不要绝望 还是要充满期待 尤其是国内的弟兄们 不要放弃希望 天真的快要亮了 前一期节目 讲到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中将自禁 还有五毛跟帖说吴国华不是自禁 就是病逝 就是因为有病去世的 吴国华是7月4号上吊自禁 23号才允许家属在家里设立灵堂 吴国华自禁也被吴国华的亲友证实 这是众名记者高瑜的推文 他说7月4日去世的前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家中设立灵堂 下边是23日老部下张晓阳等去家中吊艳的照片 与吴的夫人徐爱萍合影 没有想到30日在八宝山东礼堂举行告别仪式的解放军中将 家里是门庭冷落车马兮 据张晓阳在纪念文字里说 吴国华是在家中三楼厕所上吊身亡 习近平不断抓捕军队的高级将领 逼死高级军官 军队不反才怪 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齐卡尔34中学事件还在发酵 当局对这一事件毫无人性的处理已经引发全国民众的愤怒 尽管当局封杀消息穿播 但各地民众近日通过点外卖的形式悼念遇难的士生 学校门口和马路上摆满了鲜花和各类祭品 据大陆上官新闻报道 前来送花与默哀的市民大多身着黑衣 莫不作声眼眶泛红 看到有蜡烛灭了他们主动上前点燃 不但有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前往悼念 而且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在网上下单 通过外卖骑手到校门口送上鲜花零食奶茶等等 还有送来一整箱黄桃罐头的 不少网民在推特留言说 桃罐头孩子们爱吃也寓意逃离 逃过一劫逃出生天 在黄桃罐头旁还有AD钙奶棒棒糖饼干以及插好吸管的密血冰成奶茶 还有人拖超市送去排球 因为孩子们都是排球队员嘛 视频和图片显示啊 事故发生以后啊 三十四中门口已经成为一片花海 网友说啊 全国各地的网友下单鲜花和奶茶 让骑手送到三十四中门口 这些鲜花和奶茶的下面 埋藏着沸腾的民怨 和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这一片花海啊 是对中共政府的愤怒与控制 我还看到网上啊 有人贴出了遇难学生家长的微信截图 应该是女孩的爸爸 女孩的爸爸说啊 闺女爸爸过几天就去找你 网友评论说啊 男人有了女儿 一只脚已经踏进监狱 另一只脚随时踏进地狱 欺我女儿者我要她全家的命 还有网友说 对杀一个勾本杀俩赚一个 用上知户子啊 何况人乎啊 这些愤怒的家长能做出什么来 可想而知 中共这样毫无人性的处理方式啊 不但是遇难学生的家长心寒和愤怒啊 全国老百姓啊 有良心的人啊 都非常悲愤 我看到有网友就说啊 为什么三十四中不能打开校门 让大家把花和这些祭脸的物品 放在学校的校园里 为什么校领导和教师不能赞成两排 默默地迎接这些前来祭脸的市民 其实我也多次幻想啊 我为什么省市领导不能去献花啊 你们不能去鞠躬去默哀去哀悼 甚至为什么习近平跟彭丽媛不能送一个大大的花圈 这甚至是一次公关机会 缓和独裁者和人民群众关系的一次公关机会 你们送一个花圈 放在校门口 让大家看到啊 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来到孩子了 然而实际上啊 不但中共的官员没有来献花啊 习近平更不可能委托别人来献花 因为他们的独裁本性啊 他们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是完全漠视 怎么能指望他们做出有人性的事情 连表演一下他们都嫌麻烦 他们的心中啊没有百姓 只有权利 只想维稳啊 维护自己的权利 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啊 这样毫无人性的反动政府啊 这样毫无人性的独裁者 不推翻他们天理何在啊 又到欢乐环节 大家看这个啊 朝鲜韩国同时举办朝韩战争 停战70周年活动 中国和俄罗斯出席朝鲜一方的活动 美国 泰国 比利时 哥伦比亚 埃塞俄比亚 加拿大 菲律宾 西西兰 法国 澳大利亚 荷兰 卢森堡 土耳其和英国 出席韩国的活动 大家看看哪一方出席的国家多 就知道了人心向背了 再看这个啊 中国芯片技术大突破 中国制造业卖向更高端 如何精进怎么做 这是东方事工 已经突破0.01毫米了 这位女士正在做芯片 大家看手拿一个电烙的 在那块焊芯片 就能做出一纳米的芯片 不用光刻机 全是手工火 再看这个啊 主人对正在拉末的驴说 你真伟大 没有你 我们大家只能吃粗粮 驴嗨呼的笑了 拉末的步伐更快了 晚上啊 主人全家一边吃驴末的新粮 一边教育小孩 驴这一辈子围着墨盘转 你长大了 千万不要学它呀 驴结束了一天的劳累 吃着玉米杆 对小驴说 宝宝你快长大 我要教你拉末 这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驴就是驴啊 已经被忽悠的彻底残疾了 思想残疾 刀狼最近的新歌《罗刹海誓》 火遍全网 火爆全网 大家都猜测呢 他这首歌是针对拉英那几位的 什么拉英啊 汪峰啊 杨坤啊 是针对他们的 因为那几个家伙打压刀狼 我也非常喜欢刀狼的歌 也非常同情刀狼 这次刀狼用一首歌复仇了 网友呢 这次都倾向刀狼啊 都痛骂拉英他们那伙人 拉英受不了网爆啊 这是他的一个回应 拉英的回复说呢 网络上我被骂了十天 我必须对爱我恨我的网友们 有一个交代 没有艺术性这句话呀 是我说过的 视频上的那个人的也的确是我 对这句话的批评和不同意见 我当然要听 我选择正面面对 谢谢所有人的坦诚和直言 我一向大大咧咧 说话无脑 性格使然 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对刀狼先生造成的困扰和伤害 如果有 我在此道歉 见解上有分歧 不应该用在话语权上 教训和批评甚至谩骂我都接受 对音乐的认知和表达 个人和时代都在进步之中 刀狼的山歌料哉 每一首歌我都反复听了 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令我敬佩 好听 再次道歉 谢谢 拉英的道歉 也不一定是他写的 也可能是助理写的 态度还不错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